异常的概述 概述 今天两个的速度 合适不 今天两个的速度合适不 合适的回个1 不合适的回个0 快的0加慢的0减 OK 那么这个是异常 异常的主义 这个地方 那么异常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异常就是这样的 用拆里面写代码 T-H-R-O-W 抛出异常 抛出异常过后 我们就要去干嘛 叫捕获一常 一定要注意和我们 咱们要去捕获一常 好了 那么捕获一常 捕获一常 就是要内心严格匹配 你抛出的是 印度类型一常 你捕获就只能 捕获印度类型一常 注意 那么你说两个 我不管那么多 我啥一常都要捕获 我啥一常都要捕获 怎么办 那里 你就只能 Catch就点点 就是我们像 我们这个代码 就是这个代码 你就点点 这什么意义都能捕获 这是懒人法 懒人法 OK 就这个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 这个抛出异常 抛出异常的基本语法 我们说 抛出异常 是严格内心匹配的 就是说 异常机制和函数机制 互不干扰 但是捕获方式 是通过严格内心匹配 比如说 你抛出的是整形 那它就只能捕获 英特内心 你看 你抛出的是实 那么它就只能捕获实 捕获英特 你抛出的是制服 那么它就不能 捕获Catch 你抛出的是周刺 刚才还没给大家 演示周刺 你抛出的是个周刺 那么它 它捕获到的就是什么 捕获到的就是 Catch新花 看到没有 严格内心匹配 好了 那么这个给大家说 明白过了 这个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叫 占解玄的一个机制 占解玄 你说哇 这什么鬼 是吧 占解玄了 OK 它说白了 就很简单一个东西 占解玄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不要被这个名字所吓住 《世界家》里面取的一些名字 总是那么 逼个很高的 逼个很高 字典七 字典七叫什么 占解玄 占玄 那么占解玄 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东西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占解玄 我们看一下 占解玄 他说 异常抛出后 从进入穿雨局开始 到异常抛出前 这期间在站上构造的 所有对象 说的是对象 对吧 站上构建的所有对象 都将自动吸构 都将自动吸构 主要是将自动释放 自动释放 那么吸构的顺序和构造相反 你解不解玄 你解不解玄 吸构顺序肯定和构造顺序相反 那么这个过程叫站解玄 不要把它看得多神秘 这什么鬼 我靠站解玄 说白了就是说 从拆雨局开始 到时候一旦他抛出一场 他会 这个抛出一场机制 他会把站上的这些空间 统统释放掉 因为抛出一场过后 他要从当前去出去 从当前去干嘛 你看像刚刚这个 抛出一场过后 假如说在这抛出一场 那一旦抛出一场 他会从这直接跳转到这来 跳转到这来 也就是说这个作用范围 将无效了 这个作用范围将结束了 既然结束 那么这里面的 这里面的站区空间 要不要释放掉了 要不要释放掉 以前的释放机制是什么 以前的释放机制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大块结束的时候 才释放 这个大块结束的时候 才释放 说站解悬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 写了很多很多的 在站区开票 主要是站区 站解悬 站解悬不是全局解悬 不是全局解悬 不是文字长量去解悬 不是代码去解悬 就是说在站区的对象 就局部对象 如果这定了好几个局部对象 那么这时候 当这个抛出异常 从踹语句开始 就从这开始 到它抛出异常 抛出我们异常 之前就这一部分 自动的就会被释放掉 而释放的顺序 和你创建顺序相反 各顺序相反 OK 这就是什么 站解悬 不要把它看得多么的神秘 就从踹语句起 到抛出之前 那么这段期间站上的构造 所有对象都会被自动虚构 自动虚构 这就叫什么 站解悬 OK 那么这是这个站解悬的概述 站解悬的概述 那么先休息20分钟 休息20分钟 那么因为我5分钟也讲不完了 因为还有写代码 OK 那么 怎么聊天室又挂了呢 OK 那么这20分钟过后 咱们再干嘛呢 再把这个站解悬再去写一下 写一下 OK 伙伴们好好休息 休息20分钟 咱们5时再见 5时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